欢迎来台北记忆仓库 分享你的迁徙之路 今天要讲的故事叫做 飘扬过海来看你 它是一个发生在民国初年的故事 主角就是我的爷爷 今年78岁 就搭着时光机往回推到70年前 那年我的爷爷刚出生 可是不是在台湾 是在日本 因为那时候呢 许多台湾的人民都被征教到日本去打仗 我爷爷的爸爸就是其中一个人 所以呢 他在那时候出生在日本 但是没有落地生根 因为出生之后呢 就跟着大部分的台湾农民搭船回到了台湾 但是并不是每一个搭上船的人都能够 顺顺利利的抵达台湾这个宝岛 所以呢 能来到这个地方 也是一个很幸运的缘分 那我觉得我今天能够在台湾出生 我要感谢我爷爷当初 饶养过海才可以看到我 谢谢大家